看那个人 眼神专注 晚宫搭建 英气逼人 这就是咱们乐都群众的 主要健身运动 传统剑术 南山射箭是一项传统剑术 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中期 当时的藏族人民 大多协谈的骑射技艺 形成了偷特的剑术文化 后来受到藏族影响 聚居的其他民族 也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射箭不仅能强身剑体 还能给骑射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历史上一度形成 人人能射互互被攻的风气 每到夏季 乐都南山地区的各乡镇 都会举办射箭比赛 比赛以村为单位 实行主客场赛制 剑手们身着民族服装 各个气味轩昂 架着骏马拉起弓弦 搜紧一下 在空中划出一道有力的弧线 直中瓦心 引得观众欢呼一片 南山射箭大赛同时也是花儿会和物资交流会 到了比赛这天 各路商榜云集 观众在赛手边唱着传统歌曲花和拉衣 好不热闹 一张弓一支剑 射出了如虹的气势 也把各个民族的心串联在一起 快和着歌声跟上南山剑客的骏马 一起来围观这场骑射盛宴吧